以台湾农产品为原料的在地酵素制造公司 体恤农民的辛劳 尤其中国从3月份开始 是禁止台湾的凤梨销售 因此收购了大量的凤梨 17号第一站是来到了花莲圣安宫 要免费赠送2000颗凤梨给民众 活动一早就吸引了许多的乡亲钱来排队 希望透过活动来做公益 做环保也挺农民 吃好运可以望整年 17日上午还没9点 花莲圣安宫就有不少民众在排队 排在第一位的民众8点就来到现场等待 原来是以台湾农产品为原料的台湾酵素春公司 七小花莲圣安宫等公司协办 举办环保做公益挺农民送凤梨 第一站来到花莲免费赠送2000颗嘉义小农的凤梨 8点 8点了 那怎么会想说来这边排队 挺农民 挺农民 OK 为了要挺农民 那所以呢我们圣安宫听到这个活动之后 认为说这个非常的需要 因为呢目前大陆地区暂时停止台湾凤梨的进口 那因此呢台湾这边呢 等于我们的凤梨就产量过剩 那么非常的需要呢 多多的鼓励消费者来使用台湾的凤梨 那凤梨本身呢 它营养价值很高 那除了有那个膳食纤维之外呢 它也富含很丰富的维他命C 帮助消化 对身体健康很好 那这个活动呢可以鼓励呢 大家呢多多的了解凤梨 那么多多的来使用凤梨 以行动的来支持那个我们的农民 因为最近呢台湾的农产品就自销嘛 因为很多大量的农产品无法销售到大陆去 那所以很多的农产品自销 那农产品自销那农民就把这些凤梨呢都当成肥料去撒在地上浪费了 所以呢我们郑普园董事长他就大概买了大概有十几顿的凤梨 他预计要在这一段时间在全省各地去做发送凤梨的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6月17号这一天呢 我们在花莲的圣安宫 我们准备了两顿也就大概是两千多颗的凤梨呢 呃我们就发送给在地的乡亲们 对那跟母娘这边呢一起共襄盛举 把这个爱挺农民的这个心意呢 跟着我们郑董一起发送给我们花莲乡亲们 中国大陆三月起禁止台湾凤梨及部分农产品销售 台湾孝村董事长郑普元体恤农民辛劳 大量收购农特产品免费赠送给民众 接下来将到高雄台中和台北免费赠送 期盼台湾民众以行动一同支持农友 推广台湾优质水果 吃凤梨吃好运旺一整年 记得长邦彦吉安相报导